在1970年的时候,山东地区有一座小山,当地的村民将其命名为双主山,正所谓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这里有一座大型采石场,许多村民都在其中上班,可是就在一次采石过程中,村民们铺好炸药,结果灰尘散尽之后,他们发现炸药炸出了一个大坑,这件事情很快就被领导得知。 明道也是担心工人出现什么危险,便通知文部门前来勘察了一番,没想到专家今后勘测发现,这 八字解读人生,风水改变命运,大家好,居士,从业风水26年,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,针对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有独到专严见解。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,情感不顺,诸事烦心,原主可添加,本局是微信,26682135,一一帮你调节化解,记住微信,26682135。 这些反对宽是最似乎一位纪北国君主,但是因为犯了事情被汉赵地逮捕,最后为罪自杀,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纪北国。 据统计,这次抽出的文物一共有着2300多件,包括但不限于进行玉器,轻捧之类,其中在墨主的脸上有一个面罩十分珍贵。 这个面罩都是由玉片构成,大大小小一共17块,而且造型十分的新有。 专家表示,这是考古多年以来见过最为精致的古代面罩了,甚至表示,对于玉石的打造,完成如此精致的面罩,即便是如今科技发达的社会,也很难制造出来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